Hello 大家好 我是Samantha 今集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轉了SSN 為什麼我轉了SSN? 因為跟我結婚後的身份不同了 如果你打算來美國結婚 或者你是申請未婚妻結婚的朋友 就一定要看下去 因為你的情況將會跟我一樣 在看之前我也鼓勵大家 記得幫我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你覺得這段影片幫到你的話 記得按讚和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正式開始吧 在開始之前 我首先要很感謝大家一直支持 我看到我的頻道都開始多人去關注 我深信是因為我有些短片 是能夠幫到大家的 我都希望未來的日子多多的支持 和多多的包涵 因為我穿了SSN 如果你一直有穿了我的短片 所以在照顧小朋友 和經營Youtube當中 我都希望可以 兩者取得平衡 我都希望大家不要 嫌棄我出得慢 因為事實上一手包辦 自己打字幕 或者自己去製作短片 都不容易的事 我都希望大家繼續留守我的頻道 我都希望 盡量多拍多些不同的留言 短片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我們就回歸正傳 我們就回歸正傳了 解釋為何我要轉SSN 因為最近如果大家有來美國 或者有留意看美國的時事 或者一些人的風向 都會知道每年的4月 都是美國要交稅行的問題 去年我老公 所以他沒有交我的名字 即是他沒有交我的名字 因為我們有交名 但因為我一直沒有身份 所以他就要交個人稅 現在我們正式 因為我正式有SSN 所以他要交我的名字 一起交稅 在交稅的過程之中 所以他就問 為何你會出現自己的名字 即是他會出現自己的名字 為何會出現自己的名字 為何會出現自己的名字 跟著我爸爸的名字 他就問你結婚後 正常應該是跟老公姓的 然後他就問我 那你的工作卡是什麼 那我的工作卡 就跟著自己的 唯獨6卡就是跟了老公姓 那我問為何 如果你打算來美國結婚的朋友 會有機會出現我同樣的問題 那你又可以怎樣做呢 那我拍這段影片 都給大家一個參考 那如果你在美國結婚的朋友 那因為這個程序上 出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你現在疫情之下 之後結婚 你拿路卡是後的 那你拿公卡 和拿這個工作卡 就是EAD 會先一些 所以在你未拿到綠卡正式之前 你的SSN 和你的工作簽證 臨時許可證 是會用回你原先自己的名字 但是如果你結婚之後的綠卡 就無端端 他會幫你改成老公姓 那是否一定的呢 好視乎你填的那份份 因為我們律師 因為美國的制度 我稍後會跟大家說 如果你結婚之後 他就認定了你是跟老公姓 那我首先說一下 那就是說 會計師就說 你一定要去改了你的SSN 或者你改綠卡 那我說 為什麼要改SSN 不改綠卡呢 因為改SSN 是容易過改綠卡的 所以如果大家 遇到同樣的問題的時候 好像我這樣 大家都可以不妨考慮一下 改回你的SSN 的名字 那需要付錢的呢 其實是不需要的 那需要什麼文字呢 我稍後再說 那我就說一下 美國 究竟美國 究竟是否必須要跟老公姓的呢 其實在美國的傳統裡 一直以來 其實很多女人都會跟老公姓的 如果我說是外國人 多數結婚之後 很多婚的女人是會跟老公姓的 根據BBC最近新聞 也有報導一個研究調查顯示 有70%的女性 是會跟老公姓的 而在2016年 做過調查 在英國 都有85% 介乎18至30歲的女人 我講的是外國人 全部都是跟老公姓的 但有沒有人是不跟老公姓的 其實是有的 還有68% 在英國有60% 為何他們不跟老公姓呢 最主要原因是 因為女權主義出現 他們會覺得 為何一定要跟老公姓呢 我喜歡自己的名字 所以他們不改也可以 在美國的制度裡 不改也可以呢 近幾年 其實在美國的制度裡 很多人在美國結婚 不改也是合法的 很視乎你怎樣看呢 有些人是說 我喜歡我嫁給老公 我想告訴別人 我嫁給老公 我跟我老公姓 所以 連SSN 或者EAD 甚至乎六級 都會改的 但是有些人不改 除了女權主義之外 就在亞洲的美國人 即美國亞洲人 他們不改的原因 是因為怕麻煩 因為他們怕要改很多的文件 因為如果美國的名字不同 回香港又會不會不同呢 但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就 不是很大影響 不過如果你說要繳交稅 因為美國全球徵稅 如果你改了名字 他要檢查你的 其實就有點困難 你在銀行上 但其實是不是很大影響呢 因為香港 你本身有香港的身份證 所以不會刻意有影響 但如果美國檢查到 可能你交稅的問題 出現了問題 而他檢查不到 你香港的名字不同 那可能有機會 受到影響 但如果你說 我一向都是奉公手法的 我都有報稅 等等等等 都可以的 那我又覺得 那我最後 為什麼會改名呢 是因為我覺得 女人結婚了 真的要改名 所以我就 最後跟了我老公姓 而我最後 決定在SSN 那裡就入手 我就不改這個綠卡了 如果改綠卡的話 申請的過程更加複雜 那我都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最近疫情的關係 我最近上網看SSN的office 唉 真是被嚇死 因為原先他又說明 自2019年開始 因為疫情 不是 2020年 2020年爆了出來之後 他們好像3月開始 所有SSN的office 就關閉了 那我一直都來 擔心 如果他關閉了 但是又可以接受別人的選擇 那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我有一天 打電話去SSN office 去問 然後我都是沒人 Share 那あ 他有個好處 只要不錯 就是在我的服務 問是 指 koska 你的服務 只要你懂 habe 如果要预备改自己的名字,或如同样的事件,需要预备什么文件 首先,如果要改自己的姓氏或名字,是不需要付钱的 除非你有特别的原因去改 正式来说,没有什么特别的 首先要有结婚证书 或是在美国法庭上已经有新的身份和名字 而那个名字已经是根据你老公姓氏 或是你本身是美国的六卡身份 如果他的六卡写明是你的名字,你可以带他 或是你有美国的银行执照 但其实没可能,因为美国的银行执照 是你有SSN才可以有银行执照 所以这个又不成立 又或是有美国的折扣 我暂时还在拿六卡,所以没有美国的折扣 所以这个可能性又没有了 EAD 呢? 因为EAD 跟SSN一样,是同时间拿的 所以EAD 的名字和原先的名字都是一样的 跟SSN一样 所以带来都是没有用的 那些人就会问,究竟我可以带些什么呢? 因为他说要至少有两个证明文件 带去你才可以改名 那我就带了我的结婚证书 还有这个绿卡 因为绿卡都是代表我US citizen 好了,我想跟大家说 这些证明是一定要正本的 它是说明要是original copy 就不是hard copy 不是soft copy 所以千万不要带我soft copy 因为他怕你是偽造文件 而且你要带上自己的地址 因为他要查一下你 因为之后他会寄回你去你家 所以你最好就带上自己的地址 那就是带齐三个证明文件 首先就是要带你原先旧有的security number 第二就是你的结婚证书 第三就是法庭颁发的身份 或者是录卡 带齐这几样东西的话就没问题了 那我去到那天 其实因为我们social security number 的office其实有很多的 不一定要是市区的 交区都有的 它等同于是你换身份证 沙田有一间 即是火炭有一间 或者是湾仔有一间 或者是荃湾有一间 或者是荃湾有一间 它有很多分店 好像你换身份证一样 所以你就打回去你鄰近的social security office 然后就去预约 他就欢迎大家预约 你walk in 也可以的 不过就要等很久 我那天也很幸运 因为我上网已经预约了 那天即时去 我已经不够一个 就已经叫到我的名字了 所以是很快 那一位女人的office就很好人 而且他也跟我说 我最喜欢搞你的文件 因为改名是最容易的 所以他没有多久 叫了个名字 不够十分钟 就搞定所有的东西了 就是这样了 所以都跟大家说一声 如果你是打算 来美国结婚 而自己申请的话 你要考虑清楚 究竟你是否跟老公成了 如果你是怕麻烦的话 就不要像我这样 又写老公的名字 又写自己的名字 但有机会可能 就算不是自己申请 政府可能会自动认定你 去帮他更改 即是跟老公等等 如果你遇到这个情况 都不妨可以参考一下 我这个短片 希望我这个短片能够帮到你 就是这样了 今集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 或者不清楚的话 我欢迎大家在下面YouTube留言 因为你的留言 你的问题 都可能是别人的问题 我如果解答到你 也可以解答到其他人的问题 我也希望大家互相帮忙 支持香港人的短片 希望大家继续收睇 记得CLS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 Bye